你在百姓面前要立的典章是这样 你若买西伯来人做奴仆 他必服侍你六年 第七年他可以自由 白白地出去 他若孤身来 就可以孤身去 他若有妻子 他的妻子可以和他一同走 他的妻子若是主人给他的 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 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 他要独自出去 倘若奴仆明说 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 不愿意自由出去 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 又要带他到门前 靠着门框 用锥子穿他的耳朵 他就永远服侍主人 人若卖女儿做婢女 婢女不可以像男仆那样出去 主人选定他归自己 若不喜欢他 就要允许他赎身 主人既然用诡诈带他 就没有权柄 卖给外邦人 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 就应当像带女儿一样带他 若另取一个 原来那女子的饮食 衣服并好合的事 仍不可减少 若对他做不到这三样 他就可以不用钱赎 白白地出去 打人以致打死的 必要把他处死 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 而是神交在他手中 我就设下一个地方 他可以逃到那里去 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 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 也要捉去把他处死 打父母的 必须把他处死 拐弹人口 或是把人卖了 或是留在他手下 必须把他处死 咒骂父母的 必须把他处死 人若彼此相争 这个用石头 或是拳头打那个 尚且不至于死 不过躺卧在床 若再能起来 扶杖而出 那打他的 可算无罪 但要用钱 陪补他所耽误的功 并要把他完全治好 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 立刻死在他的手下 他必要受刑 若过一两天才死 就可以不受刑 因为是用钱买的 人若彼此打架 伤害怀孕的妇女 甚至坠胎 随后却别无他害 那伤害他的 定要按受害者的丈夫 所要的 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 若有别害 就要以命偿命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以涝还涝 以伤还伤 以打还打 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 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 让他得自由 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 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 让他得自由 牛若顶死男人或者是女人 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 却不可吃他的肉 牛的主人 可算无罪 倘若 那牛向来是顶人的 有人报告了牛主 他竟不把牛拴着 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顶死 就要用石头 打死那牛 牛主 也必须处死 若罚他赎命的钱 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 牛无论顶了人的儿子或女儿 必须按这条例办理 牛若顶了奴仆或婢女 必须把银子三十四颗乐 给他们的主人 也要用石头 把牛打死 人若藏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 有牛或驴掉在里头 井主要拿钱赔偿牲畜的主人 死牲畜要归自己 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 以至于死 他们要卖了活牛 平分卖牛的钱 也要平分死牛 人若知道这牛 素来是顶人的 主人竟不把牛拴着 他必须以牛还牛 死牛要归自己 作词赞不辞